专业干入深处清 专业之后,管制好工作 我的当案被荷兰省举乱版退回给了 远部队就是荷兰武警中队 当案退回荷兰武警中队以后 荷兰武警中队不愿意给我罗斯干部政策 他们就和荷兰省举乱版商量 进行暗箱操作 然后荷兰省举乱版就把我的当案扣押下来 既不想安置地政坡移交 也不退回远部队 我的当案在荷兰省举乱版放了十年 荷兰省举乱版是一个什么单位的 它是中共中央的这些工作机构 在军举政策 在军举政策 中华问题 关于军举政策 在军举政策里面 第六条说得很清楚 歌声军举乱版 辅助 本性能区域里的军举安置工作 这就是说 荷兰省举乱版 并不是荷兰省举乱版 因为荷兰省举乱版 是军举乱的安置政策 它的工作业务 从荷兰省举乱版进行管理 所以 它的法人 荷兰省举乱版 它不具有法人资格 也不具有法人资格 它们都是 中国制度 中共中央 法人 我的答案 扣押了世界 就是中共中央 扣押了 荷兰省举乱版 不议教我的答案 就是中共中央 直接侵犯了我的人权 中共中央 直接侵犯 一个普通 这在举乱里事上 是非常罕见的 也是没有发生过的 是嫌弃 我们当的领导下 什么侵犯 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 怎么能直接侵犯 一个普通国家干部的人权呢 这说明 我们国家的政策 法制水平太低 中共中央 自己制定的 军联政策 自己就没有黑合的罗事 我是一个军联干部 在军联过程中 我如果有了问题 可以由我的华人代表 用不着中共中央 来直接处理我一个普通 普通专业干部 中共中央 它是把握 向地方进行交接的 进行安排的 安排不了 按照中共中央的军联政策 要把握的档案 退回援部队 我援部队进行处理以后 进行安置 这也是在军联政策里面说得很清楚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赫兰省军联官 竟然参与了对我的侵权 以中共中央的命意 对我进行侵权 我在进行赏放的时候 很多军联班都不理解 其他生死的军联班 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个省军联班 怎么可扬你一个 普通专业干部的档案 很多生的军联班都不想起 但是这是实事 这是实事 荷兰省军联班 给我搞了很多 很多东西 荷兰省军联班 可以负责军联干部的安置工作 但是 必须按照 中共中央的政策 进行安置 安置不了 退回援部队 由援部队进行处理 荷兰省军联班 直接给我本人 出了更多给调 什么这样的处理 那样的处理 都是违反 军队专业干部 监制政策的 都是违反 中共中央政策的 都是违反 这些东西 全是违反的东西 我已经 专业十多年了 中共中央 以法人代表身份 直接给我一个普通干部 进行侵权 被我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荷兰省军联班 快我的档案 竟然使我无处上方 没人管我的事情 因为荷兰省军联班 不按政策移交我的档案 我的任 还没有到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按照政策 我的档案应该移交给部队 反正是荷兰省和 和吴京部队 和和ondo警部队 和和 approve cks harassment 和 很贵 和快我们的隐 bar relief 部队也不关我的问题,使我流浪了十多年。 对于中共中央的这种剧动,这种行为,我表示了强大的分开。 中共中央应该做政策,发挥,不冒犯在头人。 所以,即使坑海侵犯专业干不人权,也不应该由中共中央亲自出面。